小伙伴们快上号 来蛋仔岛 重大好消息 小狗摇摇车回归了 我们又可以坐在小狗摇摇车上 尽情地摇摆了 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 新版本更新后 就有小狗摇摇车回归了 错 大错特错 其实 官方还回归了一个道具 它很重要 99%的玩家都没有发现 你们难道不好奇 官方回归蛋仔岛的 第二个重要的道具 究竟是什么吗 众所周知 小狗摇摇车回归以后 它出现在了摩天轮下方 如果你也为小狗摇摇车的回归 而感到开心 那么 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 随着新版本蛋仔岛的更新 被删除的道具越来越多 有多少小伙伴 还记得曾经摩天轮下方出现的 小猪摇摇车 蛋仔靠近 踏踏的猪鼻子里 就会吐出泡泡 想想那个时候 在小猪摇摇车上玩耍的时光 多么快乐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 蛋仔岛99%的玩家都没发现的 第二个回归的重要道具 究竟是什么 今天我和学姐在蛋仔岛中发现了它 就是广场中间的大黄蛋雕像 它可是蛋仔岛中的重要标志性建筑之一 曾经在最老版本的蛋仔岛广场 就放置着大黄蛋雕像 它陪伴我们走过了春夏秋冬 在上个版本官方更新后 把大黄蛋雕像短暂删除了一段时间 用方块蛋仔雕像代替了大黄蛋雕像 可是好在新版本更新后 官方又把大黄蛋雕像重新回归在了蛋仔岛 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所以新版本更新后 第一件回归的道具是小狗摇摇车 第二件回归的道具就是大黄蛋雕像 我真的好开心呀